小李 诶 老板 今晚请你去喝酒 你喜欢喝酒吗 我 喜不喜欢喝酒 喝酒是我最爱的 没有比我更爱喝酒的人 我三岁就开始喝酒 李哥 诶 我需要你的帮忙 怎么了 我老板请我跟他一起去喝酒 很好啊 可是我完全不懂酒 也不会喝 没关系 你听我说就可以 我会给你透露几个秘密 给你老板感觉你是葡萄酒专家 今天晚上 你那里一杯红酒的时候 要先好好观察一下 我看不懂怎么办 没事 你随便观察就可以看酒的颜色啊 它的透明度 它的灌杯 这些都代表什么呢 哎呀 我来不及给你解释 不是啊 你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神家会觉得你很厉害 颜色很渗对吗 最好你不要说话 哪怕你会说很笨的事情 不是 是的 很渗就像姜油和醋一样 第二步是摇晃 一定不能用手直接握住北渡 会在旧北上有质问音 而且手的温度会让葡萄酒捂热 那怎么难呢 最好用脚 我说的是用北渡的脚 差不多 你还有几个小时可以练习 加油 好了 然后呢 先别喝 首先你要闻一下 享受红酒的香气 大部分红酒都会带来红色 或者黑色水果的香气 你可以说一下 有红色水果的香气 是的 也有点黑色水果的香气 是的 然后呢 你喝一口 然后来一句锅香浓郁 果香浓郁 是的 你还可以加一句 有成熟黑醋粒的味道 真的会有吗 谁吃过黑醋粒 有道理 有一点 天哪 怎么说呢 什么什么 水果的味道 榴莲的味道 榴莲 我觉得 还是有点黑醋粒的味道 是的 黑醋粒成熟的 嗯 早晚会有人提到 拉菲这样个字 我家里有一瓶拉菲82年 你就可以来一句 在中国80%的拉菲是假的 在中国80%的拉菲是假的 他们就会以为你很了解红酒市场 是的 是的 等一下 更好 你有一点法语 你别说拉菲 你说 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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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正好呢 然后 随便讲一个产区的名字 波尔多 不行 谁都认识波尔多 你要说出个神秘 小众一点的产区 拉菲 没有人知道拉菲 这款酒有罗纳河谷产趣的风味 是的 你不要忘记说 这款酒是需要行一会儿 行 你不用明白 说这个就可以了 这款酒还是需要 气床 性 这款酒需要行 是的 最好用性就气 还有其他的关键词可以讲吗 年份 年份 是的 年份 你都用年份这个字 好年份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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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你在干嘛 啊 呃 呃 对不起 年份 年份 好了 你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我觉得你 肯定能搞定的 那小李我问你 你怎么就了解法国葡萄酒呢 没办法 我就是爱上法国葡萄酒 那法国在哪儿 你知道吗 观察后 就差不多了 别忘记点个赞 评论和关注一下 这是我刚刚说的 年份